好短午节呢是台湾人相当重视的传统节日 家家户户准备了肉粽或者是素粽咸粽 那么副理乡长江东城是向来推展客家的传统文化以及技艺的传承 特别发给全体员工们吃好吃的客家粽子 感谢大家分工圆满尽心尽力 江东城乡长跟自己的妻子忙着把粽子一袋一袋的分装好 准备要分送给辛苦的公所同仁 这里是复理乡公所 乡长江东城特地邀请复理乡最会包粽子的婆婆妈包了200颗分送给大家 短午节是国人相当重视的传统节日 家家户户特别准备肉粽或素粽咸粽 复理乡长江东城向来推展客家传统文化与技艺传承 特别发给全体员工好吃的客家粽子 感谢大家分工圆满尽心尽力 也是夏天的一个开始 但是一个季节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了我们辖区的去年度得到冠军中的汤女士 帮我们做了这个200颗的一个粽子 分送给我们的所有的乡公所的一个团队 来一个做一个分享 一个观众做的一个分享 江东城说 为了进驻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复理乡公所将在6月8号 在东里村活动中心举办端午节活动 邀请大家来共享盛举 除了促进居民的凝聚力 并且让大家学习包粽子的技巧 以及体验包粽子的乐趣 记者高双双复理乡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